在这里我会感觉非常自由 一点也不觉得拘束 绝对独立 自强自主 潜移默化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都有自己的理想 学业上很努力 我第一次进入校园的时候就被震撼了 就像是一座典雅端庄的大花园 我特别喜欢从不同的窗子里看下去 然后每一扇窗子里看下去都像是一幅油画 而且一年四季它的风景还不一样 一说到一年四季 我就想到我们学校的大草坪 每天进校门的时候都会倾过它 有时候我们还会躺在上面晒太阳 一想到曾经有这么多杰出的校友 陪我们走在同一片草坪上 我感觉非常的神奇 同学们加油 还有最后一车图书 我们要晕到华山路的临时校旨 小心一点 学校长来了 实在对不住大家 我没有保住学校 事到如今 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把书和文具搬过去 孩子们 只要我们的文化根脉在 女中就在 书要紧 来 帮我一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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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